在《华言经》里面,将世界分为三个层次。 第一个世界叫做气世间,即是物质世间。 第二个世界叫做有情世间,即是现在有七情六欲的凡夫世间。 第三个世界叫做正觉世间,即是完全得到正确觉悟的世间。 如果以俗世天地人三才来配合《华言经》所说的三种世间, 天,广大不可思宜,包罗万有,心不可测,即是正觉世间。 地能陷藏万物,为世界所依,十方世界无边拆土, 认为一切有情众生所依,所以地配合气世间。 人为六度众生之一,人与众生加有觉性,所以人配合有情世间。 《华言经》三世间,以正觉世间为无上正等正觉的境界,是佛的境界。 气世间是物质,有情世间是情感,我们众生可以直接感受得到。 但是,这个无穷无尽,不可思宜,超越物质情感的正觉世间, 是不可用妄想分别心去感觉到。 这个正觉世间,不单是在外面,亦是在我们众生内心里。 它就是佛经所说的无限智慧,无尽的精神宝藏。 在《华言经》里,将智慧分为三个层次。 文字智慧,观照智慧和实相智慧。 文字智慧就是知识和知信,即是一切佛经文献三藏十二部经典。 观照智慧,是分析思维的作用。 而实相智慧,是众生本具的真实智慧。 这个真实智慧,是离一切妄想。 亦即是《心经》里所说的不生不灭,不救不静,不增不减, 无有恐怖,远离一切颠倒梦想的真实理体。 各位,众生的内心深处,有无限的智慧,无尽的精神宝藏,用之不尽。 佛经称之为诸佛实相,佛性,真心。 《华言经》称之为正觉世间, 《般若经》称之为实相般若。 你有无珍惜祂的存在,并尝试去发挥祂不可思议的功能?